大家好 歡迎來到《迅猿訪談》直播 我是張順賢 今日的嘉賓是前香港立法會議員梁仲恒 梁先生好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是 今日講三個新聞 首先講第一個新聞 中國經濟低迷消費縮減 而大宗商品庫存激增 價格暴跌 專家表示 近期的經濟數據反映出中國經濟嚴重的衰退 梁先生是怎麼看這個呢? 其實也不止是中國的商品 如果你整體而言 你看到最近全世界環球商品的價格都下跌 一般而言 其實什麼是一些所謂大宗商品 例如石油、銅那類型的東西 很多時候就是去進入一些工業為主的國家 如果他們發展得好的時候 他們用得多 例如中國 很明顯它還是一個工業為主的國家 他們會進入多些油 要用多些能源去做這件事 他們可能做iPhone的時候 或者做一些電話 華為那部這樣的機器 他們需要多些糖 等等 所以其實這些大宗商品價格就很反映了 再說直白一點就是大宗商品價格 其實跟中國的經濟相當大關係 因為中國的經濟差 它就進不了那麼多大宗商品 進不了那麼多商品 所以那個需求就下跌了 所以如果你看回環球商品的價格 看看我今天還有沒有什麼更新 我先看看 那個 例如那些油跌穿了70元 那個沒有 那麼一直這樣上去 那麼你看到很明顯的 那個生產方的需求是薄弱的 那麼你看到中國 應該就不太行 那麼你看到那些銅價 銅價連續跌了七個月 OK 所以都是很明顯反映了 如果這些這樣的資源類的價格 在一路向下跌的時候 很明顯地 第一 可能跟環球的經濟的前景 就是有些陰謀有些關係 那麼第二 很直接就是反映了 今天中國很明顯就不是很入這些資源 是的 不是很入這些資源 不入這些資源 沒有入是自然沒有出的 OK 你要做的時候 你一定要入那些資源的 不然就不能自己挖塊銅 出來自己弄的 那麼所以多數他們就是澳洲那邊入 嗯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都得面 我想都發映了中國今天那個 經濟那個問題 那麼那些問題就是老問題 買內卷 就是內需不行 出口也不行 現在人家禁制你嘛 人家都禁制你的晶片 那麼你做什麼東西 要什麼東西銅呢 是不是 最多銅就是要搞那些芝士而已 那麼別人都沒有人要你的那些 那麼第一 你那些東西就不行了 第二 又沒有人肯讓你做 那麼你就 就躺在那裡了 而另外的一些產業 例如車等等那些東西 就似乎都 由這裡被人 歐洲被人告經銷 去到印尼都被人加關稅 那麼 各樣東西 所以你 你永遠看到 那我現在死了 我沒有東西可以做 沒有東西可以做 那就少了些大衝商品 少了些大衝商品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那些銅啊 油啊 天然氣也是的 都跌回來了 那麼就跌回來了 那麼你又說 不是啊 我看到那些大衝商品升的 例如金的那些還沒升 是不是 那就糟了 金不是工業用的 各位 真的要分清楚 金呢 是從來沒有工業用途的 OK 沒有任何一個工業製品 是用金來做的 因為金的硬度 或者它很貴 哪有人用這麼貴的東西 用來做工業用的東西 OK 金呢 純粹是用央行 用來壓住自己的倉 或者用來避險 那麼 在中國金的用途 還有一樣的 就是因為 金可以用來就職的嘛 是不是 例如 例如 我的錢走不出去 那我怎麼辦 我買了一塊金 是不是 我覺得人民幣會貶值 那塊金 用美金計價的嘛 是不是 我拿了一塊金回來 也好過人民幣在那裡貶值 那會有這樣的 所以那些金就一直升 是的 你也看到中國人 是這樣的掃金 金粒也掃 金條也掃 什麼都掃 那為什麼呢 我也沒有一個投資的工具 好過金 不輸就好 但是金就是你當成這樣定 原來沒有息收的 是不是 金是不會收到息的 你拿著美金你收到息的 你拿著英鎊你收到息的 拿著金你收不到息的 但是 拿著人民幣 都沒有息的了 還要變值 那所以呢 我寧願輸少 就當成贏了 我寧願去買金 是的 有日價我也要買金 那所以呢 近來的金價呢 就很厲害的 但是你看到那些工業用的大宗商品呢 就似乎全部都不行 那背後我想都 如果用回我們平時看市的狀況呢 就中國的經濟都不好 那都事實啊 是不是它自己公佈的PMI都不行 是的 是的 那我們看第二個新聞 馬斯克就警告 美國正快速走向破產 那世界首富馬斯克 日前再次對美國經濟現狀 是發表評論的 他忽然間發警告就說 由於政府花費過多 美國正在快速走向破產的 是的 美國正在快速走向破產 首先拆開幾件事 你說美國政府是不是花費過高呢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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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都出了名的 洗腳買腳的 OK 所以你看到那些發債等等 那樣東西 一直創一個歷史上高 那沒辦法 那你洗大了就要發債了 OK了 但是 它洗大了 它發債 為什麼它沒有問題呢 是吧 是 那都不是第一天發生的 老實說 從那個時候 我想 從克林頓之後 就是奧巴馬 奧巴馬 不是 布殊之後就是奧巴馬 奧巴馬之後 其實都不停地去燒錢的 是的 國際貿易水平百度 這樣升的 任任總統都是 的 不是針對任何一個黨 兩個黨都是 在序那麼多位都是 都是這樣做的 那是一個 我想背後 其實都有些民粹主義 因為民主社會 你要贏一個選票 但是大家如果不是去 一個很長遠的 我只看這一刻 那我就只看哪個政府派錢 又多的 其實是很民粹主義的 但是背後的歷史脈絡 我們不說 反而你說 但是美國是不是就會破產呢 美國破產這個論調 我自己也聽了很多年 08年 聽到現在 但是 為什麼最後都是美國的 又搞定呢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你有沒有任何一件事 可以替代到美金的地位 我先看一看 作為全球一個結算貨幣 全球央行最重要的外匯儲備 或者是我們剛才說的 大宗商品 交易 就是我們說黃金 說油價 全部都是用美金結算的 你有沒有聽過用人民幣結算的 沒有的 你有沒有聽過用英國結算的 沒有的 那只是用美金結算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大家都 就是在用那樣東西 那你說將來會不會改變呢 不知道 但是我今天我沒看到這一刻有任何的改變 當它沒有改變的時候 美國是沒有可能破產的 因為它繼續發債 你拿著 你現在一直這樣用美金 你的外匯儲備拿著美金 你不是真的拿著那塊美金的 你是拿著那塊美金再去投資一些東西的 是不是 那最後你就是買回美債 那個循環是不一定存在的 你只能夠說 它放大了你全球的貨幣供應 讓全球有一個通脹 這個可能是事實 但是你說會不會直接令到美國人會破產呢 那麼 邏輯上面 你花這麼大就會的 但是現實地 基於 現在全個地球 一起在用美金的狀況 其實是做不到這件事的 是沒有可能 就是大家繼續在用美金 大家繼續在用美金 大家繼續在用美金 大家繼續在用美債 它是怎麼破產呢 是做不到的 是的 所以我想那個問題的核心 其實就是 就是美元還會不會是全球的主要結算貨幣 以及全球央行裡面外匯儲備的主要儲備 當這件事繼續存在的話 美國是沒有什麼可能破產 那麼 那麼馬斯克就 那麼他就說了 那麼其實 近年也有一點點吹噓佬 是不是 就是他做些事情出來是OK的 就是他做火箭 做些無人駕駛 無人駕駛都落後了給別人 那麼 但是 就是這些這樣的論調 如果你在Twitter那裡玩 或者是 你在香港某知名 古平衡 就是阿姓沈那些大師 那麼他講了十幾二十年了 那美國人還不繼續在那裡 是不是 還不繼續 現在的美股還不繼續 在日身高 那麼 所以 你要令到一個 國家破產 你往往是要有一些 很核心的元素 倒塌 它適合機會 否則的話 而 對於美國來講 這個核心的元素 不是它的內部經濟 也不是它的政府開支 而 只是 全球 還在用著 美元 這件事 作為主要的結算貨幣 以及它的外匯儲備 當這件事不改變的話 美國是 沒有可能到 是 是沒有可能到 那麼你說 那這件事會不會改變 就 大家繼續看著這個歷史進程的發展 到的時候 大家就會知道 但是 所以說 就算香港 現在 香港是中國 是不是 你看看 香港的外匯儲備 差什麼 不是拿著美金 是不是 就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美國人 不會破產 就是這樣 好 我們看第三個新聞 根據 根據9月4日發布的一份產業報告 中國公司 正大量去購買這個芯片 製造設備 那它買的那些設備是做什麼呢 就是今年上半年的開支 超過了美國、韓國、台灣 以及日本的總和 就是用了這麼大一筆錢 來買這個芯片的製造設備 將來廉價的中國芯片 可能是充斥市場的 如果西方國家是沒有進一步的限制 那中國製造商可能很難和其他各個國家的競爭 其他國家的製造商 就是很難和中國去競爭 是 其實他們現在有一個字 我忘了那個字叫什麼 叫做 成熟製程 我記得什麼叫成熟製程 就是 我們不 就是他們那時候搞了一個笑話 就是我們不和 台灣那邊說那些最 就是台積電 就說一些最先進的晶片 我們就做成熟製程的晶片 別人做2mm、3mm,我們不要緊的,我們10mm都可以的 大家可能對腰來說,10mm和2mm差不多而已 是mm,不是cm,晶片 如果10mm和2mm好像不是差很遠 我現在對眼睛開始不太好 也不太看到有什麼分別 一吹就吹了,不知道去哪裡 是的,但是其實不知道大家觀眾對半導體這個行業有多熟悉 我可以大概說一下,今天為什麼半導體這麼需要呢? 就是因為AI出現,自從CHATGPT出現了之後 大家說,AI的時代終於來到 但是AI,你當它是一個人腦 但是它最後要算力,它要運算的能力 OK,那要運算的能力呢?你只不如在一個資料中心 就是說,有一個數據的中心 這樣你就大量配置一些資料給它 它就在這裡 去short out一些東西 然後就,所以CHATGPT才可以跟你在這裡聊天 才可以跟我做到一些 我在股票市場的研究 才可以幫大家在這裡做了不同類型的研究 任何一隻AI,最後一定要依靠Data Center 而Data Center的核心就是晶片 OK 好了,那現在它的成熟制程 是做不到它現在嘗試去量產 是規模平整的那些 是做不到Data Center的事情 我打個這樣的比喻,大家就會明白了 OK 古代用算盤計算的 是吧 是吧 OK 那你可以 那我就用計算機 我的年代 是不是? 我畢業之後 就用Excel 是不是? 計算機也不太適合 現在的情況就是 全世界就用Excel計算一條數 跟著呢 中國呢 就打算用10個人 用10個算盤去計算同一條數 但是最後呢 其實用算盤都可以計算的 是吧 只不過你要計算多久 放置於AI的層面就是 你最後都做得出來的 Data Center你拿10納米 怎樣都好 你做得出來的 或者你拿成熟制程的晶片 運算能力沒那麼好的晶片 或者是那個 就是叫做 那些叫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做工廠 你做了一批貨出來 那你會有一批貨是壞了的了 那中國呢 現在做的精準度是很低的 OK 但是Anyway 他現在呢 就是用算盤和我用Excel計算一條數 他是會計算的 但是他會計算得比我 他用得多人比我們很多 如果放置於AI的世界 就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呢 運算中心 其實呢 就是講效能的 因為呢 你第一 你效能越低 你就越用得多電 OK 那你發電是要錢的嘛 你要燒煤也好 你燒炭也好 總之你燒些東西 不是太陽能 或者什麼 總之全世界就找一些方法 去製造一些電 在美國這裡已經說了 一座Data Center 我要建一座核電廠 它才可以供應到Data Center 當你的效能這麼低 你的耗電量就會更加多 而Data Center 耗電量多呢 不只是錢的問題 因為當你耗電量多的時候 自然你發熱也都是多的 是啊 電能是會轉化為熱能的 在整個Data Center的設計那裡 那麼呢 太熱的時候呢 其實是做不到的 Data Center 那所以呢 他那些 現在你說 會不會有一個 就是他們可以做到大批晶片出來 用量取性 是吧 你做一塊 我做十塊 我國家保貼可以嗎 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為什麼 因為 它那些東西 你拿去做車 做電飯煲 那些電飯煲 你按幾個按鈕而已 那些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去做 現在人類真的需要那些 AI做Data Center 那些晶片 事實上中國是做不出 做不出 他們也都 就算他們做了出來 全世界也都不會有人要 是因為他們的效能太低 效能太低 就是慢之餘 我要燒很多電 那我電要錢 另外呢 就是呢 甚至可能是 當我這樣做Data Center的時候 我根本就燒不了 是的 之前如果大家有 打開那些AI 保票 大家都聽過很多 那些什麼 液冷啊 水冷啊等等 那些東西 就是因為 為什麼我們要做Cooling 這部分呢 就是因為Data Center其實實際上很熱 但是呢 硬件這件事呢 就是等於電腦一樣 我們以前也是這樣 我們打遊戲 打得那些遊戲太厲害 那時候 那部機器就很熱 我們以前有裝幾個風扇 吹著那部機 那現在就 現在不行 是不是 那麼大座Data Center 那些風扇吹來吹去 都是熱風來的 那怎麼辦呢 那就用液冷 但是都是有極限的 它一個熱 它就下不了了 是的 一個月就會燒的 跟我們以前的一模一樣 那麼 所以 中國那些晶片 實際上呢 是不可以拿回來做的 因為它的效能太低之餘 實際上它會 是的 它不是 能夠做到我們Data Center 那些所謂的晶片 那你說 那些車啊 那些電飯煲啊 風扇啊 那些晶片 那些晶片 那你說它做不做得好 它做得好 這些不是新科技 那麼 會不會壟斷了市場 都可能會 是 它這樣賣出來 那美國家都不介意做的 是不是 你賺到錢就行了 是呀 但是你賺不到錢 最後 你賣個電飯煲 賺到多少錢呢 你知不知道 中國那些 沒有什麼小米啊 那些東西 做那些家電 幾個百分比 很誇張的 我賣個100元電飯煲給你 我賺了幾元的 是啊 那它賺什麼錢 中間還可能有些國家補貼 那 哇 這些完全賺不到錢的東西 其實那些歐美國家沒有興趣 再給個參考大家 NVIDIA 你知不知道 那些普遍 margin 對上一季 是說跌了一點的 net profit margin 55% 是呀 它做100元生意 它在賺你55元 這些歐美國家就有興趣了 那但是 100元賺3元那些 就算了 你做了 是啊 你肯做你就做 但是最後 不影響整個大格局 就是你根本 弄完那塊東西出來 就賺到錢 那它為什麼會 你說掃那些設備呢 因為美國有個禁令嘛 那所以它在之前 它就要 掃定一點 那但是 ASML已經 說了會遵從禁令 是不會給 除了不會給在禁令上面的裝備 那些光刻機 中國以外 它連維修 以前那些光刻機 都不會做的 嗯 那跟著ASML也吵過的 說 喂 那你無端端 我沒有了中國的訂單 我做少生意 你不要緊 原來台積電 馬上跟你搶完 你之後兩年的訂單 是啊 其實光刻機 這件事 是全世界都在搶著的 OK 那所以ASML就 算了 繼續做生意 那沒所謂了 反正你不要 就是我沒得運到你那裡 就買去給其他人 其他人就繼續買 是啊 所以整個格局就沒有變了 我想 最後那些 晶晶晶片 就是大家會看到 那些 比較 不需要 高階晶片的那些家電啊 那些類型的那些東西 中國是可能會攬上 都有個question mark 因為東南亞那些國家 其實都一樣在喉這件事 那看一下你最後 還沒鬥便宜 那看一下誰便宜一點 但是你今天中國 都未必會做得便宜 老實說 但是那些高階晶片 基本上中國第一是做不出 是啊 也都 全世界現在在那個晶片圍土上面 也都沒有打算給中國 在這個技術上面能夠做得出 那我相信中國其實也是一個 半放棄的狀態 就是如果用它們近來 就是它們用那些什麼成熟製程 那些是搞笑的 是啊 那大家知道是一個什麼一回事 是 首先講第一個新聞 那英國法院最新的蔡傑 中國恆大創始人 許家印的前妻丁玉梅 獲准是從凍結的資產中 每個月是支出最多是2萬英鎊的 作為生活費 那網友指 但是呢 欠債就大了嗎 2萬英鎊 是日合18.6萬元的人民幣 那是每個月 而中國勞動人民的每個月呢 還不到1,000元收入 那你想怎麼看呢 那首先大家看回那件事 那大家可能都會有一點奇怪的 因為如果 就這樣看這件事 我們遮住所有名字 就是不關恆大 沒有你前因後果的話 那你任何一間有限公司 那有限公司 如果他輸了 就是他破產 那沒理由是那個股東 背 就是現在那件事的本質呢 如果我們遮住所有名字的話 那其實呢 就是你追緊一間有限公司的股東 喂 那間有限公司不行了 做不住了 倒閉了 然後就追回他的債 那如果你是放諸於一個西方 我們資本主義社會裡面呢 那件事呢 就是不應該的 OK 不應該的 那所以我相信 那裁決就是這樣由來 那但是如果你細心去看回那件事呢 那因為這件事又不是那麼 那麼文明的嘛 就是當我們放回那件事 在中國的時候呢 那怎麼看呢 首先他叫恒大啦 那為什麼他輸那些呢 就是前因後果我們很多集中講過 這個內地房地產危機啦 那簡單來說呢 就是 基本上呢就是一個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加上房地產公司 一個三角螺旋的組合來的 那北京政府呢就要追GDP嘛 那不要緊啦 那GDP又要怎麼做呢 起一些東西出來就是GDP咯 我們都講過GDP的顏色呢 其實不一定要賣出去的 只要起了的話呢 就是GDP啦 那你地方政府就說 哦 行啦 那我就是鑑平鑑錢買些地 這樣 然後叫恒大你幫忙搞啦 這樣 然後呢 恒大呢就拿些地 或者拿些項目呢 就去項目那裡抵押 就去借錢 然後就去建樓了 那最後大家 如果大家心取清的話呢 就是 那如果最後 那些樓沒有人買 你更低價 更低息去借錢回來 買那塊地去建那些樓 都會還不到的啊 那就是這個狀況 那 他們還要把那個槓桿 就隔到很大了 那而恒大還有一招很天格的呢 那就是呢 其實他們每一年的分紅都很多的 就是他們對股東的分紅是很多的 OK 那他聲稱有些利潤啦 不知道 大概不知道一千七百幾億 那就可以分了七百幾億這樣給人 那所以呢 其實 其實很大部分 那些股東的錢呢 其實呢 基本上就是割韭菜割回來的 OK 你就是利用一個很狂大的一個現金樓 那他還要分紅 那就分了些錢 那所以這個其實是有些中國特色的 但是你不要管啦 那些外國法院他就會想 哦 那其實又好像真的不關股東的 就是在他們的世界那裡 一個法官 是不是 西人來的 一個人來的 然後就會覺得 嗯 你好像搞到有限公司的股東又不是很應該的 就是我們 我們的社會不是這樣的嘛 是不是 我們當你成立一間有限公司的時候 就應該保障股東 就是你不會有首尾的嘛 是不是 那應該就是這樣 那所以那個 entity就會在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產權 就分得很清楚 在外國的社會 那但是可能法官就不太熟 這個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就不是很一樣的 就會經常有些割韭菜的事情 所以就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所以你說 道理我明白 是的 道理我明白 兩邊的道理我都明白 為什麼法庭會這樣判呢 其實有它的邏輯的地方 就是不一定關股東的嘛 是不是 有限公司出事 是有限公司的事 就不關股東的 是的 從來是 就算你在香港以前也是這樣說 所以為什麼香港這麼多人 搞了一些有限公司出來 就是 將個個人 和那個有限公司 我們將它 separate 就是分開了兩個 entity 就是這樣做 但是 如果我們放注於一些 時代背景在裏面 那我會說這件事是 為什麼中國那些網民 或者大家看到這件事的時候 覺得是沒有對勞呢 我覺得都會有個原因在 然後 我們就說第二個新聞 為什麼各個國家的外資企業 就紛紛去逃離中國呢 減少在中國的投資呢 真的走到很多 是的 那我想 商人呢 就這樣說 中國是賤格的 共產黨是賤格的 但是商人呢 就不看這些東西 對不對 商人都會覺得 有民主好 有自由好的 都會有各個部分 但是這個 並不是商人這個身份的天職 對了 商人這個天職呢 只有兩個字而已 賺錢 是吧 那如果 他就不是做商人 他就去做神父 或者去做政治家 所以呢 他可能都覺得 社會制度是不堪 但是我想最核心的原因 就是 今天中國賺到錢 那如果你看回 很多 美股就很好的 美股呢 每個季度都會公布業績的 那你見到呢 其實呢 這些公布業績完之後 你看到一些中國的市場 很大的一些公司呢 全部都摸直 全部 包括什麼呢 貴到例如是 那些 Beverry那些 就是你英國的一些名 叫做中高價的品牌 賣了東西 德國很多的汽車廠賣了東西 這樣 跟著 Tesla賣了東西 Apple在中國的銷售賣了東西 這樣的 道法 包括便宜到例如 Starbucks 又出了東西 跟著 最搞笑的是什麼呢 你中國自己搞出來的拼多多 在中國的銷售賣都出了東西 這樣就很神奇了 就是說 喂 便宜到拼多多 貴到 你買些 買些放車 全部都出了東西 那你就知道 對啊 那你中國的市場真的不行 那如果你放出這些商家那裡 那我都懂得看的 他們都懂得看的 是吧 那我現在投資到你那裡做什麼貴的 以前我投資到你那裡 在那裡開廠這樣才算 就是到那裡做一個叫做一個價值 一來 其實就是要賣過路費 就是我要進入中國的市場 那我要給你面子 那我就要過路費 就是 除了那些黑錢 贪污那些钱之外 你在那里建个厂 用一个投资换进入中国这个市场 但是现在我投资先不要计成本高不高 理论上投资的成本是高了的 但是呢 先不要计成本 但是我收不回那类数 你中国市场现在不值钱 那些人没钱买我的东西 那我就不用给这个国路费 所以就衍生了 既然你都没有投资市场价值率 还有我现在有得选择 印度现在好像在想 然后日本又翻身 然后你台湾的半導体 那些全部都在台湾 甚至乎整个东南亚市场 其实现在都跟中国竞争 这个世界工厂的地位 我做一些最廉价的 例如服装等等各样东西 很多现在在 例如柬埔寨 越南出产 你会看到 例如你去买一些衣服 就是我们做很多快速的衣服 大家平时去买一些品牌 很多原来已经不是中国做的 有很多株种原因 但是总之就是 为什么大家会撤走 我想其中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因 就是风险继续在 就是那些政策风险 我不知道你三时五日 什么时候搞我 那种风险继续在 但是我现在在这个市场 你没有填口给我 我就走了 这个其实只是很伤人的天职 我不觉得他们看到那个 就是可能他们都觉得 共产党是 混蛋了 是不是 但是这个不是他们 撤走的原因 唯一撤走的原因 就是中国这个市场 找不到钱 那你说 如果中国市场找到钱 他们就会回来 是的 但是 你能够搞定你的经济先 我们都说了很多集 我暂时真的看不到中国 那种 那种的经济 那种 就是我们刚才都说了恒大那种 那种的债务危机 有没有可能可以搞得到呢 是吧 就是没有十零八载都搞不定 更何况 我觉得过了十零八载都搞不定 那所以持续没有钱 那你的外资就继续走了 嗯 就是搞不定了 真的太多钱了 那我们要讲第三个新闻 中国欧盟的商会就警告 就是很多欧企 是认为在中国的投资风险 已经是超过这个收益的 那他们不再相信中国共产党了 那所谓的改革承诺 那梁珊怎么看呢 这个其实承接回我们上次讨论的那个议题 那收益下跌了 为什么会收益下跌 就是因为消费不起 那你最后 你最后做什么生意都好 你都要当地的企业或者人是消费得起的 那他们消费不起 那这个收益下跌 那刚才说了 那但是呢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字眼 就是他们风险提高了 OK 那对于商人来说 他们的成本 不只是 我要出粮 我要开厂 我要买完材料 那么简单 那些就很实在 是不是 一些我做生意 我必须要做 就是我做了一件衣服 我就一定要买灭花 买那些布料 是不是 我要有机器 我要有人 我要有包装 我要有可能市场的成本 这些是警局的 但是那些措施 不要理 就是你说 现在中国很多人失业 那些人工是不是会落回去 那些人 不要理 但是他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风险提高了 是的 那风险提高了 是源自于中国今天那个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差了很多 那三不五时呢 而中国那个反制的措施呢 就往往是很奇怪的 就是例如是他们会用大量的国家补贴 例如是电动车 例如是一些 但凡种种 他们觉得有机会可以拿到外面钱的一些企业 他们就要大量的国家补贴去做 或者是走别人的法律去做 在我们的语言里面 这件事是傾销 例如是什么呢 我有一大堆电动车不拿 你的小鹏也好 理想也好 什么东西的牌子也好 总之就塞住别人的港口 卖了就拿走它 是的 用一个低于别人的市价的价钱去买 那为什么他可以低于别人的市价去买呢 除了他愿意不赚钱去买之外 其实还有一大部分是国家的补贴 而这些经销手段 其实对任何一个国家的产业 都是没有着处的 那你贵着电动车 电动车其实也没有贵的 中国的电动车十多万一部 那便宜到什么呢 那些什么交製品 早前我还没分享过 新闻就是彭博说 中国的交製品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拼多多的就搞到很满石公寓了 或者是什么呢 那些服装 那些在西方 当然他受欢迎 因为例如他可能 他是用着维吾尔人 一些强壁老公 即是Fox Neighbor 他可能是用着维吾尔人 他们种的棉花 他们可能用一些很不人道的方式 去做那件衣服出来 那是的 你困住了他的集中营 是吧 他只能帮你做衣服 那你不用成本 你比别人更便宜 是的 那你不用成本 你比别人更便宜 但是你不是的 你其他企业 你是真的跟着当地法规做的 他一定不够你便宜 那犯犯的事情都是这样不行 那最后又怎么样 那不要紧 你补贴多少 我加你多少关税 是的 那其实你说 你是不是这么准 你连补贴多少都知道 不是 每个人都知道的 但是 那别人很简单 别人就是 你大概有个数 总之我就是要你进不来 那就是欧盟那些 像电动车那样 很明显的一个案子 所以欧盟正在做东西 而且 因为欧洲也是一个造车的 很大的一个 一个 经济体 所以 他们就很警告这件事 那是什么呢 印尼那些 都要搞你关税 撞鬼 印尼 第一就是 你中国为什么会有货 经济会印尼呢 你说 欧美那些东西卖得贵 你做些很便宜的东西 然后去撑人家的市场 那都说得通 是吧 印尼的东西不是很贵 我想 就是物价指数 没有理由 纸水没有理由 是高过你中国的 但是你中国都价钱 去搞到印尼要加你关税 那就很严重了 就是说 你原本就是搞一些 最发达的欧美国家 那他们的反应可能相对都慢的 第一就是可能 以前 就是以前和你的商贸关系好 我又想进入你中国的市场 所以就引一句 现在就没有了 所以就开始吵了 第二就是 因为他们的底子厚 就是他们相对都有钱的 所以就都 或者企业的实力比较红厚 所以他们的反应可能是慢的 就是你都傾销了我这么多年的 我现在才开始出声都给你面子 是吧 就会有这样的状况 但是你去到印尼那些 因为他可能本身 整个经济体 他的企业的实力 没有那么厚 你搞到他怎么搞呢 他那些交製品那些厂 可能就全部倒闭了 所以他们的反应就会很快 敏感一点 但是当你中国要搞到印尼这类型的国家 就是泰国那类型的国家的时候 那你就反映了 其实今天 中国似乎那些出口 是已经完全没有弄路 但是你正常 你买一样东西 当然是找个最 比得起最好价钱的那些买的 那你正常最有钱的那些 就比得起最多价钱 那所以就是欧美国家先走 但是他现在已经走到去 印尼啊 泰国啊 那些都被人烹发出来 菲律宾等等 就是最近看到很多这样的事 所以最后 但凡种种 其实中国应该是没什么路走的 他的出口是没什么路走的 最后你还给了俄罗斯 但是俄罗斯吃了多少 人家在打仗 是吧 你给塔利班 给了多少你呢 是吧 那你就跟那些做盟友 做盟友 他们是OK的 他们就是有些东西 可能他们本身也做不到那样东西 那便买你的东西 但是当你的世界剩下俄罗斯 塔利班 伊朗 那你剩下 究竟你 够不够支持到你的经济体呢 特别是中国经历了 我想过去20年 一个禁 我们叫做easy grab money 就是他们 就是一棵 苹果树 或者一棵土树 他现在摘了些最容易吃的那些肚 但是有些是树顶 但是他们又没有开发过自己爬树的技术 就摘不到那些 是的 那现在就迫着 因为你吃光了 楼下的肚子 就是容易摘的东西 就吃光了 那究竟他还能不能继续支持到他的人呢 我想就很难了 所以就拉回他最后都是那个议题 就是究竟你中国的经济体能不能够 如果你看到这些趋势就不像有足够了 而且那个打行的速度似乎是慢慢加速的 是的 那没错 那有没有补充? 嗯 今天都很丰富了 多谢你 好啊 多谢梁先生 多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好的 拜拜